中国白米女飞人梁小敬身高不足一米六 站在对手中间就她最不起眼 但没想到的是她总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把自己送上更高的位置 中国女子短跑队成绩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特别是参加100米、200米、四乘100米接力三项比赛 广东姑娘梁小敬则拿了多个世界冠军 梁小敬不仅有天赋而且有拼劲 是个不服输的好苗子 她在赛场上创造了无数的精彩瞬间 她的身影也刻在了众多甜蜜的心中 杨小敬参加的第一个重大比赛 是在南京举办的具有世界级水平的青年奥运会 这届青奥会女子100米短跑项目 我国只排出了一名选手参赛 在七个选手中排名倒数第二的她 凭借强大的爆发力和无稳定的途中跑能力 很快就赶了上来 并率先中国终点夺冠 梁小敬也由此成为了第一个 在奥运级别百米赛道上夺冠的中国女选手 成为青奥会百米女飞人 她这块金牌不仅为中国人争了光 争了气 更为中国田径人增强了信心 在多哈世纪赛一百米玉赛中 放眼望去 对手们一个个人高马大 梁小敬又是一个不欺也没存在感的猛像 接着 惊人的要来了 在第六跑道的梁小敬 已经胸有成竹了 起跑速度惊人 加速冲刺的速度更加快 旁边的黑人选手都被惊讶到了 不得不说 腿短是跑步快的理由吗 看着梁小敬的速度 说是飞毛腿都不为过 最终以11秒18的成绩 越过终点 中国田径运动员梁小敬 小步点的她 有着大大的梦想 60米短跑 PB7秒20 在2018年在德黑篮举行的 亚洲市内田径锦标赛中 这也是2018年 亚洲该项目最好成绩 100米短跑 PB11秒13 在2019年 国际田连挑战赛 柏林战上 这个成绩 使她同时达到多个参赛标准 因此 梁小敬被称为 亚洲女飞人 她的成绩的意义 可谓接近流降了 对于被冠以女飞人的称呼 小敬很坦然 说心中 只求超越自己 希望通过系统训练 把个人成绩提高 这样才能在国家队站稳脚 才能成为主力的一棒 从而 为广东 为国家 做贡献 她天性 潜藏一种 不服输精神 心中的信念是 既然选择了 就要全力以赴 不希望 别人看不起 在面对外国选手时 他们身材高大 因而跑步不服 更大 就是凭着倔强的天性 和无条件的自信 加上刻骨 与勤奋 她跑赢了外国选手 这就是梁晓静的优势 1997年出生的她 有着和年龄不相符的成熟 在与国内外 健将 比拼的时候 这姑娘 就跟打了鸡血一般 丝毫不服输 甚至在时间空间上 都完美地 碾压对手们 梁晓静 此前曾在 全国室内田径比赛 和室内田径亚锦赛中 两次跑出7秒20的成绩 这也是梁晓静 继2016 2017 2018年之后 第四个赛季 跑进7秒30 大关之内 梁晓静状态 火爆发挥出 强势的个人能力 多次刷金 个人100米最好成绩 很有可能 会突破11秒大关 她会有更好的表现 全球考试技术 应该说 比较以前来说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一个进步 但是从世界高水平来看 就是连续比赛的能力 持续比赛 你看 两枪之间隔一小时 二十分钟 她的持续比赛的能力 还需要提升 中国姑娘骄傲展示 胸前国旗 脸上带着自豪的微笑 在成都全运会上 展现中国姑娘豪气 她就是闪电女孩 梁晓静 在女子白米比赛中 梁晓静一骑绝尘 在强势晋级决赛后 一句中国加油 更是让观众沸腾不已 梁晓静的自信表现 感染到了所有人 山呼海啸般的声音 从观众席传来 让我们看到 全世界大运会 中国姑娘的优秀表现吧 梁晓静位于预赛第五组 她站在第四道的位置 日本选手位于第五道 很快 比赛开始了 但是位于第二道的南非选手 却不小心抢跑了 通过慢速回放 反复的对比 最终 判罚南非选手下场 宣布比赛 重新开始 大家都为梁晓静担心不已 但是她却为我们呈现出最好的答卷 发枪开跑 梁晓静冲刺 直接略过终点 第一名 梁晓静跑出了 11秒34的成绩 位于整个预赛的第一名 这一场比赛 梁晓静跑得真好啊 梁晓静全程都是领先状态 从最开始的起跑 梁晓静的起跑反应迅速 就领先中人 甚至在前20米的时候 就已经奠定了明显的领先优势 接下来的距离 梁晓静直接拉开老远 只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 如果你喜欢的话 点赞评论关注 都是最好的支持 这对我真的真的很重要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